2021年底,聂女士路过某商场买东西期间,将车辆放在停车场停了5分钟,结果临走的时候,停车场方面居然通知她缴纳将近5000元的天价停车费。 双方就此爆发了激烈的矛盾。 而面对停车场的无理挑衅,聂女士不但拒绝缴纳停车费,甚至还要索要1000元的精神损失金。 这件事的始末究竟如何? 这个天价停车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新来的朋友们记得点击关注,既方便浏览往期内容,又可以观看最新的视频分享。 2021年12月9号晚上9点左右,青岛警方突然接到了一桩报案。 报案人声称自己被扣押在了某停车场内,目前已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希望警方能够尽快前往处理。 挂断电话后,青岛警方迅速赶往现场,抵达停车场后,也见到了报案的聂女士以及该停车场的工作人员。 只是让警方没想到的是,在电话里委屈巴巴的聂女士,现实中却是凶得很。 面对一帮体型健壮的保安,非但没有丝毫怯懦,反而还激怒之下,上前打了保安几巴掌。 你们双方都冷静一下,有话好好说。 在警方的劝阻下,双方终于愿意停下来冷静沟通,而之前激怒的聂女士更是像受到了天大委屈似的,直接一股脑的向警方倒起了苦水,我之前来商场买东西。 买完立刻就走,全程不过五分钟,按理说还属于免费停车的阶段,可是停车场呢?居然索要我4960元,这是敲诈。 听到这话,警方也是愣了神,停车场的收费一般都是有明确规则的。 胡乱收费属于违法行为,而这种停车五分钟,收费5000元的事情确实让人匪夷所思,以至于警方都在怀疑,这件事是真是假。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面对聂女士的指控,停车场负责人居然爽快地承认了下来,甚至还气愤地冲着聂女士说,没错,就是4960元,今天就算少一分,你都别想走。 听到这话,聂女士简直气急而笑。 在她看来,自己的时间非常宝贵,之前本应该去接女儿的,如今就因为停车场的原因,导致自己的时间全被浪费在了这里。 这种情况下,非但不该她交钱,甚至停车场方面还应该赔偿她的损失。 为此,聂女士决定向停车场方面索要1000元的精神损失金。 聂女士的这番话宛如导火索,直接就激化了刚刚才平复下来的矛盾。 一时间,哪怕是有民警在场,聂女士和停车场工作人员也依旧在争吵不休,最后民警没办法了,只能把双方拉开,分别进行问话。 首先被警方问话的,就是停车场负责人,你们这4960元的收费是怎么回事? 听到警方提及天价停车费,停车场负责人非但一点不慌,反而也自觉冤枉。 也正是听了她一番抱怨,民警才了解到天价停车费的来由。 原来,根据停车场方面的记录显示,聂女士的车并不是最近才停进来的, 而是早在2021年7月3日就已经停在了该停车场中。 距离当时报警已经过去了5个多月的时间,按照停车场的规则来计费,的确是4960元。 好好的一辆车怎么会放在商场的停车场里,一停就是5个月呢? 再者说了,根据聂女士所说,车她是今天才开进来的,一共只停了不到5分钟。 那么聂女士和停车场方面究竟是谁在说谎? 通过对停车场规则的进一步了解,民警才知道原来聂女士这属于特殊情况。 聂女士在2021年7月3日将车停进停车场后,趁着停车场工作人员不注意,又偷偷把车开出去了,并没有缴纳相关停车费用。 这才使得停车场系统中没有这辆车的出厂记录,闹了这么一个乌龙。 停车场方面还表示,如果只是偶然一次,那么这可能是误会,他们也不会加以计较。 可是聂女士却已是该停车场工作人员都已熟知的惯犯了,为了贪图小便宜。 聂女士每次离开停车场的时候,都会跟随在其他车辆的后面,趁着拦路杆还没落下,就加速驶离停车场。 听完停车场工作人员的讲述后,警方非常震惊,因为根据停车场方面提供的录像带来看,事情的确与他们说的一般无二。 可如此一来,聂女士应该是理亏的一方,那么她又怎么能理直气壮地报警的呢? 怀揣着这样的疑惑,民警找到了聂女士,只不过当他们问及陶丹仪式的时候,聂女士始终闪烁其词,不愿意正面回答。 后来可能是恼羞成怒了,聂女士直接破罐子破摔地说道,停车场没能及时收费,那是停车场的问题,是他们管理上的错误,我有什么错呢? 我根本没有错聂女士这番话,可以说就是典型地揣着明白当糊涂。 那是不顾及丝毫颜面了,警方虽然觉得头痛,但是本着化解矛盾的想法,也只能就是论事地开导双方。 聂女士多次逃单的行为固然可耻,但是从这次的时间来看,她的停车时间不到五分钟,的确属于免费停车时段。 因此停车场方面,想要收取4960元停车费用的想法,被驳回了。 聂女士如愿从另一个出口将车开离了停车场,不过针对聂女士所要索取的1000元精神损失金,警方也没有搭理。 最终在当晚11点左右,事情告一段落。 只不过,不太讲道理的聂女士,似乎是觉得自己吃了亏,后来又找到了停车场方面,要求他们尽快赔偿1000元精神损失金,否则将不排除使用法律手段。 而停车场方面在回应时,态度也极为硬气,要钱没门。 有本事你就去告了解完聂女士的故事,想必很多人的心中都有这样一个疑问,那就是违规逃单,不缴纳停车费,犯法吗? 想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不妨先看一个2019年的案例。 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高某和刘某合资买了一辆小客车。 而因为一些工作上的问题,二人在2021年10月将车子停在了虹桥机场停车场,原本想着很快就开走,却不想这一停就是三个多月,光是车辆滞留产生的停车费,就足足高达上万元。 为了逃过这笔天价停车费,高某和刘某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强行闯关。 具体实施步骤与我们上文所提到的聂女士有异曲同工之妙,刘某开着一辆白色商务汽车,先行驶离停车场。 然后趁着过卡,栏杆还没有放下来的时候,高某驾驶小客车紧随其后冲了出去。 由于当时停车场方面没有准备,所以高某和刘某得以顺利实施计划。 只不过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刚离开,停车场就不慌不忙地报了案, 而警方根据车牌和监控等线索,很快就锁定了高某和刘某两人,并依法对他们进行了逮捕。 最终检察院以抢夺罪对这两个人提起了公诉。 这就意味着高某和刘某不仅要把欠下的停车款给补上,甚至还面临着牢狱之灾。 实际上像高某和刘某一样,在停车费这一块抱有侥幸之心,结果惨遭法律制裁的人还有很多。 比如说一位多次偷停逃车费的胡某,最终被判了盗窃罪。 一位多次以紧跟前车通过收费口的方式来偷逃逃车费的薛某。 因为涉案金额较大,同样被以盗窃罪从严处理。 可以说在这类案件中,停车场那是一告一个准,凡是想贪小便宜的,最后都没什么好下场。 我们上文所提到的那些车主,为了不缴纳停车费,直接开车强行闯关。 这已经给停车场方面造成了客观损失,属于是财产上的盗窃。 而且通常涉案金额都比较巨大,所以停车场方面进行追究后,这些罪名一般都能得以成立。 既然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车主都被停车场给诉讼了,那么商场停车场的负责人为什么不起诉聂女士呢? 这就要着重谈一下两者的区别了。 前者一般都是涉案金额较大,或者涉案次数较多的,基本上给停车场方面造成的财产损失在万元左右。 而聂女士虽然也多次从停车场逃单,但是累计造成的财产损失,直接对她进行诉讼很难成功。 一般来说面对这种车主,停车场方面都是直接拉黑处理,不允许他们再把车辆停进去。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涉女士可以掉以轻心,虽然因为涉案金额较小,她不大可能会构成盗窃罪。 但是如果她在闯过收费炸机的栏杆时,正好撞上了栏杆,或者正好有停车场工作人员从外面进行阻拦并不幸被撞倒,那么她可能会触犯故意损坏财务罪、抢劫罪有关这一点。 在我国刑法第263条和269条中有明确规定,至于这个涉案金额大小该如何判断? 我们一般采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抢夺刑事案件是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一条。 抢夺公司财务价值1000元至3000元以上,3万元至8万元以上,20万元至40万元以上,分别被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数额特别巨大。 至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社会治安状况的不同,通常也会被纳入各地法院以及检察院的考量之中。 按理说,除非车辆在停车场中滞留的时间过长,否则产生的停车费用根本就没有多少,车主们基本上都负担得起。 他们不应该为一点迎头小利而铤而走险,可是实际上有很多人都不懂得尊崇生命、遵纪守法,因为一时糊涂而走上了不归路。 至于停车场方面也是深感苦恼,平日里最不想碰到的就是这些不知该不该去拦的老赖。 担,虽然尽到了责任,但可能有危险。 不担,多少有点玩忽职守的意味,与停车场有着相同苦恼的还有各类收费站。 之前网上就曾经报道过,在某国道收费站上出现了事故,而原因就是一辆乡市卡车在路过收费站的时候强行恶意闯关。 收费站的交通血管员上前制止,却不幸被卡车压过,直接当场身亡。 更离谱的是,根据收费站副站长反映,这种闯栏现象早就已经出现了,虽然每次他们都会报给交警部门,但这种事情依旧是屡禁不止。 甚至在治理结束后,还会产生立马反弹,闯关现象更为严重的情况,属实是让人伤透了脑筋。 某些暴躁的司机往往还会迁怒于收费站的收费员,就以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那个收费站为例。 根据副站长反映,基本上每个收费员都被打过二到三次,这简直是让人感到震惊。 从中我们根本就看不到那些司机对收费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尊重,这就难怪当有人阻拦的时候,他们会是弱无睹地冲过去。 只不过妄图践踏法律的人必将遭到法律的严惩,虽然肇事者事后不承认自己属于故意行为,但是经过公安和交管方面技术鉴定后,依旧对他进行了故意伤害以及交通肇事的指控。 而那位肇事者也将为自己的罪行负责。 与生命的贵重相比,金钱不值一提,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切不能够为了贪图一时小利,而将他人置身于危险之中。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建和谐家园。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本期视频的可以点个关注,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